那我们刚刚讲那个是B2这个分子 那我们之后来看就说 刚刚B2其实是周期表第二列元素里头 它是比较左边的 如果你现在去看 我们看这个第二列元素比较右边的 像氧像O2 那这个分子 这个分子如果我们去画它的 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Level Diagram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igma2S star跟Sigma2P 它会很靠近 然后重组的这个现象呢 就没有了 原因就是说 你现在在周期表 从左到右这样往右走的时候 那它这个核电荷是在增加的 那这个电子数也在增加 那核电荷增加呢 会造成因为2S跟2P 它们两个的那个穿穿穗效应不太一样 S轨域 我们在讲那个轨域的时候 那个原子轨域 S轨域在原子核附近是你找到它的几率比较大的 那P轨域是在原子核附近是找不到电子的 所以那个S轨域有比较大的机会是会到原子核附近 那那个电子是带负的电荷 然后那个原子核是带正的电荷 所以如果两个距离越近 我们知道酷能力就告诉我们说 它就能量会越稳定 因为它会互相吸引 所以如果说这个电子是在原子核附近找到机率越大的 通常它就是越稳定 能量就越低 那我们现在看说S跟P 为什么S2S2P 2S永远在下面 2P在上面 就是因为S轨域在原子核附近的机率是比较高 那如果你的原子核的核电荷 就是核电荷都是带正的 就是你的直指数越大 你的核电荷越高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它下降的能量就越多 所以这为什么从第二列元素来讲 从左到右 你就会看到说 它这个2S跟2P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大 所以比如像阳啊佛啊 它这2S2P已经距离蛮大的 所以你就不用去顾虑到说 从2S形成的这个S2S 会跟那个P轨域形成的这个S2P会碰在一起 然后发生什么重组的现象 可是比较周期表左边的元素 这个就变成是需要考虑的 所以在这个养O2这个分子里头 那个S2S都在下面 S2P都在上面 那你填电子进去的时候 因为养它每一个原子 它是六个价电子 所以总共加起来 你就是有12个价电子 要填到这个分子不一里头去 所以你就从下面的能量的开始填起 那你就会发现说 从下面填起S2S S2SSTAR两个 然后S2P两个 然后Pi2P 它这边有两个 所以它会填四个电子进去 然后再来剩下的两个电子就填到Pi2PSTAR 那你就会发现 因为这两个电子 因为有两个轨域是等能量的Pi2PSTAR 所以这两个电子就变成 那个未成对的电子 所以这两个电子就会造成这氧分子 它事实上是有未成对电子存在 那他们做实验也可以发现说 这个氧分子事实上是一个顺磁性的 顺磁性的他们做实验都发现说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氧 把它动变成液化了以后 动作变成液体以后 我现在如果倒在两个磁场的中间 它会被吸住 那顺磁性的这个特性就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逆磁性的东西 它就会被这磁场排斥开来 所以我们叫它逆磁性 所以顺磁性的那个物质 它通常是会被磁场吸住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用这种实验来证明说 你这个物质到底是顺磁性还是逆磁性 那我们平常在呼吸的这个氧气呢 我们大概都不知道说 它事实上上面有每一个分子 事实上有两个未成对垫子 它事实上是双自由基 那做实验的时候才发现说 你这个液体你把它氧把它冷却 变成液体的时候 你倒到磁场中间它是被吸住的 所以它事实上是顺磁性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鬼磁 就可以解释说 这个氧事实上是有两个未成对垫子在它上面 那这个表上呢 就是把我们看到第二列元素 都是两个同样的原子形成分子的时候 它的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Level Diagon把它画出来 那当然这个 这边没有顾虑到他们相对的能量高低 只是每一个自己分子 双原子分子它自己的那个能阶 高低显示出来 然后电子数填进去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清晶 所以在这里头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说从这个鲤皮膨碳到氮 在这里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Sigma2P跟Sigma2SSTAR 它上次重组过的 所以在这五个双原子分子里头 你看到那个π2P的能量是比Sigma2P还要低 所以它电子都是从π2P先填完了才会填到Sigma2P 那后面这个周旗表比较右边的这边的这个氧 O2F2 这些你就看到它事实上就没有这个 这个重组的轻型 所以Sigma2P的轨运就会比H2P的还要低 所以你看到如果按照这样画出来 那在这里头这双原子分子里头那个B2还有O2 这两个都是paramagnetal 就是它都是顺磁性的 那其他的都没有这种未成对电子 所以它们都是逆磁性的 那我们用这种分子轨运 其实也可以解释到很复杂的分子 那我们下面就要解释这个像本 像这个本环 那其实这个分子轨运还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其实不需要把一个分子 一个复杂分子所有的轨运都画出来 比如像本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像本这个分子 我们其实只要去考虑它的πorbital就好了 因为它的π是要是夹在它那个 填电子跟不填电子的这个边界上 那这个地方是比较能够来解释说 你看到的光谱啊它反应性 那你其实只要画出它的π就够了 你不需要去画出它的sigma 把这个轨运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用这个marcha orbital theory 这个分子轨运理论 它的好处就是你只要画出一个 实际上在它的我们叫homo跟lumo 这个边界这个附近的轨运出来 你其实不需要考虑到它整个很複杂的 其他的比较低能量的这个轨运 所以你其实可以画出局部的这个分子轨运 就可以来预测它的性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本分子这个这个分子 它本分子是在1825年 这个法拉第他发现 这个结构呢 一直很困难 不能解释说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构 看到它的一些那个性质 那到这个Kegula这个这个 这个俄国人 他是在1865年 他号称说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做梦 梦见那个舌头在追着他自己的尾巴咬的时候 他想到说 这个分子会不会是个环状的分子 所以他那时候推出来说 他可能是个环状分子 后来也发现说 这是个正确的结构 也比较能解释说 看到后来看到这些 之前看到很多的性质 然后这个本呢 他上次六个碳 然后是一个环状 然后 他上面我们现在 常常话说他有三个双键 可是这其实三个双键 并不是固定在两个两个那个碳之间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个非定义化的 这个π的鬼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它分解开来看 他的SIGMA键跟π键来分开看 我们说SIGMA键通常是能量比较低的 所以π键通常是能量比较高一点 因为π的那个重叠性没那么好 所以会造成说 我们后来看到他的HOMO 就是最高填的电子 跟LUMO 就是LUMO跟HOMO之间就是 就是还没有填电子的空轨域之间 其实都在π跟π star之间 所以我们SIGMA键因为他能量很低 就不用去考虑他会对他的一些光伏的影响 因为一般在LUMO跟HOMO之间是影响最大的 那那个像这边这个画出来就是 每个碳他其实是一个SP2的混层 这个都是他形成SIGMA键 然后这个SP2混层以后 他就形成跟两个碳 跟一个氢形成那个SIGMA键 那他因为SP2混层以后 他就每一个碳上面就会剩下一个P轨域 这个P轨域就会变成说全部是竖起来 在这个跟平面是垂直的方向 跟他这个粉的这个平面是垂直方向 那他这个形成 因为我们现在有六个那个P轨域 在每个碳上面有一个 所以他就会形成六个π的那个分子轨域 那六个π的分子轨域就会 因为都是π 那有三个是间接 有三个是反间接 那三个间接就说表示他比他原子轨域能量还要低 那反间接就是说他比他原子轨域能量还要高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他的电子云大概是怎么样分布都画出来 所以当他最低的这个π就是表示说他每一个P轨域呢 他们之间电子全部是可以共用 那再来比这个最低的这个π还要高一点 这两个是等能量的π轨域 他事实上是中间有个截面 就是说这个环上 这个本环上面 他有一个地方有截面 那就是说电子云 这个π电子 然后他在这边找得到 在这边找得到 然后他中间这个地方是找不到电子的 那另外一个跟他等能量的π就是在 那垂直方向有个截面 所以在这边找得到电子 在这边找得到电子 可是中间是找到电子 所以这样的三个轨域都是间接的π轨域 然后另外还有三个就是反间接 就是他能量比较高 那你就会发现说另外有两个也是等能量 他事实上是有两个截面是找不到电子的 那你如果是最高能量那个π是有三个截面都找不到电子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也可以有一点概念就是说 通常这个截面就找不到电子的地方越多 那这个电子就被束缚的 越受到束缚 因为很多地方他不能去 所以这种地方这种轨域就变成是能量比较高的 那如果说通常没有任何截面的就是表示电子可以乱跑 其实他这个是对他来讲是最稳定的 所以他通常能量就是最低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在粉里头他事实上是六个π轨域 然后六个π轨域 然后这三个是间接 三个是板间接 然后他有六个π电子要填进去 所以他刚好就填到三个那个间接的那个π轨域去 然后三个板间接就是空的 所以他的π的π的π的整个分子会有三个π键 那我们常常就变成说画这个本 然后画三条那个双键在上面 可是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这电子其实是在上面是一直跑来跑去的 然后这个本这个分子 我们通常是叫他是方箱组 因为这些本分子跟他的类似的这种画物 他会有相位存在 然后他的方箱组的定义 其实就是说他这个会有这种电子 可以非定义化的电子 在这个π键上会可以跑来跑去 而且呢他叫方箱组的话就是 他其实都是填到那个间接的π电子 那反间接的那边都是空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稳定的 这个π轨域的非定义化存在 那像这种就是方箱组的化合物 那非方箱组的我们就叫Elethetic compound 方箱组我们叫Aromatic compound 所以其他的像这个π方箱组的都是叫Elethetic compound 那像这个table上面就给我们 告诉我们一些那个方箱组的化合物 所以有很多其他的衍生物 像anylin啊 所以benzoic acid 其实你可以看到本上面他接的其他的东西 那这些我们也都是叫他是方箱组 那他们其实有很多都有不同的味道啊 他们也可以做食物保存啊 有很多的不同的用途用 那这个方箱组因为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他的鬼域其实会影响他的光谱 所以你看到那个像本你看到本 有看过他的同学就会知道说 那个本本身是无色的 那无色就表示说 如果你是可见光这样进来 其实他是不吸收可见光的 因为本如果你我们刚画那个鬼域 你从这个他的π 因为它电子一直填到那个π的境界 然后反境界是空的 所以他的电子吸热光能够耀声的话 他这一段的距离其实是在此外光范围 所以如果可见光进来 实际是没有办法把它提升到那个反间接的地方去 就是说他没办法做这个耀声 所以我们看到本他其实对可见光是没有吸收的 他吸收的是在此外光区 那很多这个类似这种芳香组的化合物 其实他如果说只有三个拍键 四个拍键 你看到他其实都是在紫外光区才会吸收 所以像这个amino benzoic acid 这个东西呢 我们常是拿来做黄晒油的那个成分 那就是因为他是吸收紫外光 他不吸收可见光 所以我们拿来做黄晒油就是因为他吸收紫外光的范围 那这样就可以防晒 Valance band跟它的conduction band 其实是重叠的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有些它的Valance band跟它的conduction band 中间并没有叠在一起 所以中间会产生一个能接差的 这就是energy gap 这个gap的大小 那就会决定说这个材料或是这个元素 它到底是什么性质 那金属来讲它没有这个gap 所以它的Valance band跟conduction band是连在一起的 那如果说这个gap很大 很大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说它超过了3.0个EV的时候 这个通常就变成像一个绝缘体 就是说它事实上是需要很高的能量 那个电子弹可能要升跳到那个conduction band去 如果说这个能接差 其实有一点点能接差 0点几个EV 然后一直到3.0EV之附近 那这种我们就叫它是半导体 因为它其实就是说你只要稍微加热 它这个电子就可以从Valance band跳到conduction band去 所以像这个energy gap 就可以决定说到底你这个材料是一个半导体材料呢 还是一个绝缘体的这种材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因为半导体材料 为什么这是半导体材料 就是因为它中间在它的Valance band 跟它的conduction band中间有个能差 这个能差小 小到说我只要稍微加热电子就跳上去 所以我如果温度越高的 那通常电子就跳跃的越多 那就会造成它的导电性越佳 所以我们如果是画它的纵轴是它的电阻 那横轴是它的温度 那温度上升通常它的电阻就会下降 所以你看到那个半导体 那Semiconductor这个半导体 通常就是说你温度上升 那它就那个导电性就变好了 所以它的电阻就下降 那金属来讲 金属它刚好跟那个半导体有差 就是说相反的性质 你温度上升 它通常导电性就变差 所以它的电阻是上升 那因为我们说金属 它其实不需要你加热去造成它电子跳跃 它的整个能阶是接在一起的 那你温度上升 反而造成说它的原子呢 它的那个移动的那个振动的那个变成很频繁 那这个原子在这边我们叫热震动 它当你温度上升的时候 它那个整个原子在移动的速度 在那边震动的速度就变快 这时候它反而会变成造成你那个导电 那电子在移动的时候造成它的那个阻力 因为原子核其实本身是带震的 那你电子要移动的时候是电子是负的 所以你当你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边挡你的时候 你其实那个导电性就变差 所以往而变成说你温度上升 你看到金属它的电阻是上升的 就是它导电性会变差 那我们另外才看到说有一条线是讲这个超导体 那超导体呢 当然超导体现在有两大类 一类是它本身就是金属到某个温度 你把它降温降到某个温度 它就变超导体 超导体就是表示它并没有电阻 所以这个电阻就是零 所以它会有一个critical温度 就是说到那个温度你把它降到那个温度 那它就没有电阻 所以它电阻就突然下降 所以这种就是一个超导体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那个陶瓷材料 那它也是超导体性质 那在这个随着温度变化 那不见得说一定都是温度上升 它就上 它的电阻就上升 可是它一定有一个critical temperature 就是说你下降到某个温度 那它的电阻就变零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导电的这种不同的材料 它在随着温度变化 它有不同的电阻的变化 那在这些暴露的电阻 是这样的暴露的电阻 那里面和胸子